为了鼓励雇主动为自家员工登记和缴纳社会保险 涉嫌机构从昨天开始到6月30号展开为期两个月的漂白月 社会保险机构总执行长拿都司令穆浩默阿兹曼指出 虽然雇主登记和缴纳期限已过 但是在这段期间 登记的雇主依然能获免征收利息和罰款 阿兹曼提醒一旦表白月结束 涉嫌机构将在7月展开取地行动 确保雇主已经向机构进行登记 并让雇员获得应有的安全保障 届时机构将动员超过500名官员 揪出顽固的雇主 违规者也会接到最高5000令吉的罚款 同时征收每年6%的利息 您看招待有 submissions 您息小様你一 содерж